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一样也是这个 Flaze 他现在 在昨天 也就是昨天他 他其实三天前就有出这个 Contranet Kenny 但是呢这个效果并不好 然后现在他又退出了100 要注意哦 我们主要下载或使用的 这个就是组织 这是组织 那他下面其实有很多分支 这些都是分支 那他主要就是说 要用他的Contranet要用这个分支 那我们 如果要用 Flaze这个 这个Contranet其实是要用这个分支 有看我第一集的朋友呢 会安装的话其实可以直接这样 然后GitClone这个代码 这样 那 今天呢 因为 我们已经有装组织了嘛 其实可以不用 那么麻烦 那我会把 这个如果切换 教各位如何去接受 接受 先呢 这里呢 我们要先更新到最新 可以先查看一下 就是查看版本 就是我们当前是使用的 Mess Master 主要版本 Master 那我们可以查看有哪些版本 那他这里就列出来 哦 他有这些版本 那你会发现 诶不对呀 不是说要用这个 这个分支吗 FlazeContranet 可是 他没有啊 那是因为 你的ComfitUI没有更新到最新 那我们就先把它更新到最新 Get support 更新到最新以后你再查询一次 他就会跳出来 跳出来之后呢 我们再去把它 就是创建一个分支 这是命名啦 我们这个分支的名称 然后主要使用的就是他这一个 这一个 就是这一个 这样 那 之后呢你就可以 再检查一下 我有没有 哦有有有 现在有 我现在这个分支就是 这一个 那你也可以再 再用这个 Get branch 这一个 这一个再去 看我目前使用 也是 这里有个信号 如果我们现在用这个 好那我们现在用这个 之后呢 但是呢 我建议大家再更新 到最新一次 等下开起来 才不会有问题 那我们再Get support一次 好 大家说已经是最新了 好那我们现在就打开 来使用它 现在我们先把这个 咱们再来说 好那我们再来说 我现在我们说 anye 我也会再来说 好那我们现在 然后我们再来说 Phrase呢 它虽然出了一个Kenny的CountryNet 这里 在这里下载 就是我们刚刚更新Countryify之后有讲 就是说今天要来讲这个Kenny的CountryNet 然后实际上我可以跟各位说效果非常的差 这里呢 大家都说效果不好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目前用起来效果实际上没有很好 然后这个呢 这个比较大 这个3.5G 这个呢 这个呢 好像不能在Comfort UI Pro 它好像是独立的一个Diffusion 那这个我就没有去装了 这个好像不能在Comfort UI Pro 这R4 这个比较大 然后这个都是在512训练的 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呢 它跑起来 不管是你怎么去测试强度 还是结束步骤 效果都没有很好 我可以给各位看 效果真的没有很好 那我直接讲这个流程 大家知道一下这个CountryNet是怎么用 首先呢 我们也是要loading一张图进来 这个打开 我们就loading一张图进来 然后呢 这个图 我们选Kenny 因为它就是Kenny的CountryNet 当然你可以不一定要Kenny 我可以跟各位说 这个Persessor里面呢 这个预处理器里面呢 这个其实是处于 你如果要做线条的处理的话 其实这边都是可以选的 那 没有关系 我们就直接用Kenny就好了 那 这个 这里我们也可以拉一条线出来 看这个 就是线稿的预览图 然后呢 这个 拉进来 我们到采样器里面 这张图进来采样器 然后CountryNet 的模型 我们就用这个 Phrase这一个 刚刚讲的 CountryNet Kenny这一个 然后呢 因为它是CountryNet 它还需要正向提示尺 跟反向提示尺 如果有 看我们上一支影片的朋友呢 知道它其实只有正向提示尺而已 那没有关系 我们一样也做一个 提示尺Clip文本 然后 都不要写东西 直接放到反向提示尺就好 然后 这个呢 就是它的ROLA 这个ROLA呢 就是这个 它是一个写实风格的ROLA 这样 然后我们一样也可以把它放进来 这样 我先做一个 有用CountryNet 给你看 大家可以看到效果真的非常的差 很不好 然后这是这个 引导系数 这里 这里呢 有人说3.5 有人说4 可是无论多少呢 其实 效果都不好 这样 大家 做起来的结论都没有很好 这样 实际上要很好的话 大家的做法是 后面再去用 精修放大 可是我觉得 那样太花时间了 所以 等 以后 会有更好的CountryNet模型的话 大家 可以再来使用 然后 现在只是先跟大家说 怎么去用 这个 看VY的Flexy CountryNet 记得要更新到最新 然后切换分支这样 好 然后呢 我们这个引导系数 丢到这个 CountryNet的正向提示值 然后正向反向 再丢到这个采样器里面 然后再丢到这个 VYDecor 我们前面都有讲过 然后我跑一次给各位看 好 结果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 我大概吃到 多一个CountryNet GPU一定会吃更多 我大概吃到14G左右 这样 那 它 跑的时间大概 14.64秒左右 所以呢 可以跟各位说 看起来效果 真的没有很好 好 那没关系 既然它效果看起来不好 的话 我们就要 来讲这个 这个 CountryNet 就是1.52XL的CountryNet 这个我们等它们以后 再进步再讲 那这个工作流 我会放在那个 Google云端硬碟 那有兴趣的可以去下载 看看怎么样 那 我先来讲这个LOLA 如果说呢 如果说呢 我们现在要 只靠用这个LOLA 看效果公开 也可以 我们就把这个 丢进来 直接这样 然后尺寸 因为Flash 基本上还是大图 比较好看 所以我就刨一张大图 给各位看 好 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直接用这个LOLA 因为它这个其实也没有写触发的提示词 它这个LOLA 这里也没有写触发的提示词 那 应该是直接塞进去就可以了 这样 那我这里就是 一样用刚刚牙齿的提示词 然后直接丢进来 可以看到效果真的 我觉得很不错 真的很漂亮 它这个Flash 就是直接这样用 你如果 不知道怎么 怎么只用LOLA的话 我连只用LOLA的工作料也都 也都示范一次 大家都直接这样用就可以了 我这个工作流 一样会放在云端硬点 然后大家如果要参考的话 就直接要去参考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直接讲 以前SD1.5的工作流要怎么用 我们来看回 第一次我教大家下载的这个SIMPAL 这里呢 其实就有工作流可以学了 然后这里有混合工作流 深度工作流 工作流 Example 我们直接看这个就好了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我来直接给各位说一下要怎么用 一样我们就选一个模型做代表 我用这个 然后呢 嗯 它这里有很多 我整理一下再给各位看 嗯 好 这是我根据 Cover UI 给的方例 这个 Example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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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rolizer Example 这个方例 可以修改的工作流 然后我简单的 跟各位说一下 我只示范三种 这三种是 我比较常用的 那大家 嗯 要用其他的 原理都一样 意思也都一样 我直接 我先跟大家说 加左边 左边就是大模型载入进来 然后呢 正面提示词 这里是反面提示词 然后就丢进来 这个 Controlizer 这里 这一块 这一块 Controlizer Controlizer 有三个东西要填 第一个就是提示词 正面提示词 第二个呢 就是Controlizer 的处理模型 第三个就是Image 就是它的 预处理器 这个Image呢 其实Controlizer 比较厉害 是 你可以直接连 那当然 你也可以先丢 预处理器 去看结果 这样 那这个 控制强度呢 大家可填 这个 这个控制强度呢 嗯 没有说 1比较好 还是0点几 大家可以自己随意尝试 这样 我这里 因为要速度快 所以我用 Uni PC 这个 采用器这样 简单的示范一次给各位看 那第二个呢 就是OpenPulse OpenPulse 我跟各位说 建议 普遍建议 这个OpenPulse处理器呢 大家都用DW 不要用OpenPulse 这个 这个初代的处理器 这是初代的 然后这个DW 这样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深度图 我简单的示范一次给各位看 这个采用器就是速度快 所以 就 画质大家都不要计较了 好 这就是它的结果 这样 那当然啦 因为 呃 Canny 他把整张图 硬控 所以他 车子就很明显在这里 那OpenPulse 主体是人 所以车子可能就在后面 那 深度图更不用说 这 这车子位置更不一定 看起来是在车厢里面 这样 这是我个人常用的 这个Controlator 当然还有其他的 像什么LineArts LineArts 其实也很好用 然后 还有什么Tie 这一些 然后使用原理都是 一样的 大家 就 去 看这个范例 经过我这样讲解 应该就很清楚 然后 不懂的话 就去看它的范例这样 那 可以做的其实很多 像是 Controlator 大家如果 真的很想玩Flash 其实也可以做一个 SD 1.5 Controlator 控制之后 再丢到Flash 去放大厂汇 其实效果很好 然后吃的GPU也比较低 你看我这1.5GPU 它5.6 吃到5.6 其实真的 1.5吃的GPU 8G以下都可以跑 这样 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 再去看看 再去试试看